9月11号上午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被告人彭宇华 台湾居民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案 庭审情况进行了全程视频和图文直播 两名被告人当庭认罪毁罪 李明哲按公开审理并微博直播的做法 是否有效应对了台湾岛内一些炒作声音 李明哲确定当庭认罪 这起案件会带给台湾社会哪些反响 两岸时事评论员朱松岭 黄伟汉 郑济文 有深度解读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 今天上午赴台立法机构会晤负责人苏嘉全 及各党团 苏嘉全期许赖清德 修正台湾民众不满意的政策 国民党团则送给赖清德厚德在务四个字 希望赖清德能够承担与包容 倾听民意 赖清德赴台立法机构活动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赖清德可以用他在台南市府 应对台南市议会的那一套 来应对立法机构吗 台湾时事评论员黄伟汉 郑济文 有深入分析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朝鲜誓言继续加强核力量 曝光了疑似青弹头的组装视频 而美国提请联合国安理会于11号表决对潮制裁 新决议草案 包括对朝鲜实施石油禁运和部分海上封锁 这样的制裁会不会导致朝鲜和国际社会发生擦枪走火 而美国的这份对朝制裁案 能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吗 时事评论员红林带来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在福州向各位问好 完美好钻 六贵福珠宝 本栏目由中国匠心珠宝品牌六贵福剧名播出 由金庄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使用糕点 盼盼梅尼耶干蛋糕赞助播出 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 在台湾岛内一度吵得沸沸扬扬的李明哲案 有了新的进展 9月11号上午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彭宇华 台湾居民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案 为了保证庭审的公开公平公正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等平台 对庭审情况进行了全程视频和图文直播 9月11号上午9点30分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了彭宇华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案 在审理的过程中 两位被告者的亲属禁令外的媒体 以及各界群众30余人旁听了庭审 被告人彭宇华李明哲 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观故意支配下 有组织有纲领有目标有措施有步骤的组织策划 实施了一系列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 其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第105条第一款规定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构成要件 应当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现在开庭 传被告人彭宇华李明哲到庭 公诉机关指控 2012年以来 被告人彭宇华先后创建了系列QQ群 拉拢被告人李明哲等数十名境内外对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人员 成立了旨在颠覆国家政权 推翻宪法所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组织梅花公司 两人还分别通过网络平台与线下聚会 组织成员插手炒作近年来国内发生的热点事件 发布诋毁攻击政府国家基本制度的言论 通过肆意歪曲事实 利用舆论挑起不明真相的人群 仇视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等方式 诽谤和攻击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 企图颠覆国家政权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当日的庭审现场 两名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李明哲表示 自己把西方和台湾部分媒体对中国大陆有偏见的报道 和书籍刊物对大陆的恶意攻击抹黑当成了真实 对中国大陆的发展认识不清 存有偏见 从而无视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 组织策划实施了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 对自己所犯罪行表示认罪 毁罪 自己价值观的偏差 没有选择实施求是的态度去认识中国的发展跟进步 而相信太多西方社会对中国大陆有偏见的媒体报道 和书籍刊物对中国大陆的恶意的抹黑 甚至 抱歉 甚至刻意忽视绝大部分中国人对国家进步发展的肯定 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渴望 而把少部分因为在社会上发展不顺 而在网络上恶意发泄的网民 当成了中国真实广大的名义 而自己当时在没有工作发展不顺的情况下 我组织网友编造刻意抹黑谩骂中国政府 社会制度跟共产党的文章 或者把中国社会的群体事件加油添醋 用来抹黑攻击中国政府 社会制度跟共产党 并参加了维攻中国美化公司这样的犯罪组织 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错误和犯罪的行为 庭审中 两被告人都明确表示 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执法文明规范 自己的合法诉讼权益得到了充分保障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 将对该案择期宣判 庭审结束后 应被告人家属的要求 法庭已安排李明哲与其母亲与妻子会面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 彭宇华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案 这个审理过程呢 这个是非常公开透明的 程序公开审判透明 直播及时 这个让社会各地呢 广泛全面深刻的了解了 李明哲案的实际情况 了解到这个大陆依法审判 和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 有力地驳斥了岛内网字采夺 主观异端的这个抹黑观点 当然李明哲呢 当庭的表现 也有力地说明了 大陆是如何保护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 这个公开审判李明哲 用事实说话做最好的回答 相关话题 我们来临线台北影博士 河南时间交给你 好主持人 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于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生秀用月华 今天来到我们论到台北板块的 两位来宾 分别是时事评论员黄伟翰 黄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台湾亚太房屋杂志 总编辑郑吉文 郑总编辑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关注的这个话题 我们会看到李明哲的妻子 李静瑜在前往湖南之前 有发表过公开声明 我们要来关注这样一个声明 其中有一些点 有点意思 就是他有点到说 忧心他具有中国人认同的婆婆 会顺着大陆方面的说法 那么在之前 他有多次的去阻止李明哲的母亲 也就是他的婆婆 到大陆进行旁听这个案件的审理 并且我们会看到 他还召开了记者会 要强调一点什么呢 他恳求台湾社会去体谅 认为说李明哲有可能 在所谓的非自由意志之下 在法庭上做出一些难堪的言行 好接下来我们要和黄先生 一起来探讨 如何去看待李俊瑜的这些做法 先前台湾的这个民意机构的前委员 蔡正元他的一个助理 帮他做了一些联系私下过程 他说他对方是前客 还开了记者会把他暴露出来 大家那时候就感到非常错就是 即使对方是前客 你会不会先想要跟你的先生 先确认他的身体安全 人身安全 见一面联络上再讲 没有直接开记者会 而且拒绝再跟对方联络 这次他的婆婆也就是李明哲的母亲 这个在庭上要准备受到审判的人的妈妈 他要去现场 他叫他不要去 对方那个时候来跟他讲说 你要透过什么方式能见到儿子的时候 你不要去相信这个性 他从后到后也是拒绝去 对他的先生李明哲施予援手 这一点我觉得不是非常理解 他甚至不关心他的先生李明哲 接下来要面对多么严酷的刑期 他只告诉你 不要被孤独击败撑下去 全世界都在支持你 李静瑜的态度 令人感到非常的万卫 而且这个不是台湾所有支持他的态度 连李明哲的妈妈都不支持他 他们两个是搭不同班的飞机去到现场 而且婆媳在这件事情上面严重的一个区隔 那我想要问就是李明哲的现在 他是更想见到他的太太 还是更想见到他的妈妈 这一点的话 其实在两岸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个例子了 而李静瑜他的这个过激的反应跟态度 有一些深谙两岸事务的人 私底下也感叹就是李静瑜这么做 是更害了他的先生李明哲 他更让这个李明哲 无法得到更好的一个路去走 只会越往死胡同里面走 李明哲在庭上 事实上也针对这些事实 那断然予以这个承认 他所犯下的一些 这个颠覆国家罪行相关的一些行为 包括撰写一些论述 一些演讲 那他也认为就是 甚至受到岛内一些 可能带有偏见一些媒体的影响 其实通过李明这个事件 其实再度点醒了台湾人民众 其实以前的作为 以前的思维是错的 特别是许多地区 许多国家都有他相关事情的法律 是一个框框大家需要去规范 而不是说你不知道 或者你以台湾的那种行事方式去做 你是要承受相关的后果 我认为李明哲这个事情 对于台湾这个乱象来讲 过去来长期的乱象 是一个无疑是一个警钟 相关话题的讨论 我们先告一段落 我们要再来关注的是岛内的消息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 今天上午赴台立法机构 败会负责人苏家全以及各党团 苏家全当着赖清德的面 先是赞许了林权 并且希望赖清德能够延续好的政策 并且会修正台湾民众 不是很满意的相关一些政策 而在国民党党团方面的话 则是送给赖清德四个字 叫厚德在务 希望赖清德能够承担与包容 要有容乃大倾听民意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 11号上午首先拜会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家全 经过近20分钟的闭门会议 苏家全表示 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林权的表现 有目共睹 做了一些规划 让台湾往正向打下基础 希望赖清德延续好的政策 修正台湾民众不太满意的政策 创新拼经济拼治安 绝对会让台湾更好 我们也期许赖院长的团队 以后在政策在行与的过程 要够跟立法院来做沟通 那立法院的沟通 不只是执政党的大团沟通 也应该在党大团沟通 各部会都应该能够 建议立即的及时的进行 双向的说明和沟通 甚至以在野党的委员 有好的建议在沟通的过程 也都应该能够把它采纳 赖清德表示 他会遵照苏家全的要求 加强与台立法机构各党团的沟通与协调 对于不分党派民代的监督 会务实给予响应 此外 赖清德还指出 今天拜会 发现台立法机构有实质改变 本来我今天来要带麻豆的文旦 一方面聊表寸意 一方面行销我们今年丰收的麻豆 何复米长跟我说不行 因为苏院长已经定了规矩 不接受任何人的馈赠 随后 赖清德拜会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 国民党团事先被妥值版 送给赖清德后得债务四个字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维舟说 这四个字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要像大地一样厚实 才能承载万物 而隐身的意义 就是要能够承担与包容 要有容乃大倾听民意 未来我率领的行政院团队会谦卑面对立法院的监督 我会以我当时担任党团干事长那样的标准 来要求我的行政院的团队 赖清德还表示 不管是能源政策 以利益修 连岸问题 经济发展等 台行政机构除了会有务实的对策外 也会更进一步请教国民党团的宝贵意见 希望在重大政策上能看到蓝绿合作 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要继续相关话题的探讨 欢迎回来 这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就赖清德今天上午 拜会台立法机构的相关后续话题来进行探讨 我们要和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纪文郑先生 我们一起来探讨是赖清德今天到了立法机构 他作为新任的行政机构负责人 那好 OK 前任有一系列 我们也不好讲说烂账吧 但是有一系列的问题是卡在那边 比如说像一例一休 劳工年金还有婚姻平权等等 那包括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我们说 接下来整个预算的审议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需要和立法机构来协商来配合的 但是我们会关注到是什么 之前赖清德是台南市长 然后赖清德在台南市的时候 他和台南市的民意机构之间是互相有一些争端的 他在台南市的那一套搬到行政机构跟立法机构的时候 能不能套用 当然不能套用 我们去讲台南毕竟是一个小地方 它是属于相对比较农业的一个城市 那他的人口产业相对都没有办法跟他目前所处的位置相比 尤其是他现在所处的位置 他涉及的范畴远远超过台南 比如说一例一休 比如说这种年金改革 造成台湾社会严重对立 甚至各方皆输的这些烂账要怎么怎么处理 在这个部分我认为与其去说服立法机构这些诸多的委员 他最重要反而是如何去和蔡英文有更好的磨合 在一些重要的人士一些政策 他有自己比较能够贯彻他自身的一些主张 而这些主张不会受到蔡英文 比如说忧心他之后取而代之 这种情节的干扰 我认为未来他需要操作的 与其是前方的敌人 倒不如说是他背后他的大老板这种案件 这个案件商人可能是未来他必须要好好去处理和避免的 好 我们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映博士 主持人 好的 谢谢贺南 我们来继续关注 台教育部门10号召开课程审议会 审议文言文要不要调降到30% 在经过长达10个小时的马拉松审议 终于得出结论 文言文比例将维持台湾教育研究院研修小组 原来确定的45%到55% 至于核心选文的篇章则下次会议在意 此外 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不限于四书的范围 白话文选文将则以台湾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为主 在10号课程审议会当天 有台湾教育团体聚集在场外发声 要求审议委员谨慎修改语文克刚 家长权益甚至老师权益 我们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接受 台湾语文克刚审议引发轩然大波 一开始由台湾教育研究单位 草拟出语文领域克刚草案 原本草案内容是提议让文言文比例在45%到55%之间 但是接下来课程审议会的普高分组 被提议要求降到30% 因此引发争议 对于分组审议当中所提出的这些焦点的议题 请委员在聚焦并充分的讨论 对于这次审议结果 台湾媒体自由电子报认为 此次确定的文摆比例 堪称是文言文派的一次所谓大胜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朝鲜誓言继续加强核力量 曝光了一次轻弹头的组装视频 而美国提请联合国安理会 于11号表决对朝制裁新决议草案 包括对朝鲜实施石油禁运和部分海上封锁 那么这样的制裁 会不会导致朝鲜和国际社会 发生擦枪走火呢 而美国的这份对朝制裁案 能够解决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吗 时事评论员洪林为您带来独家谈谈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科主 完美好赚六贵福珠宝 本栏目由中国匠心珠宝品牌 六贵福剧名播出 由金庄国家领导人 厦门会晤使用糕点 盼盘梅尼耶干蛋糕赞助播出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我们接下来进入今日重磅环节 据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朝鲜上周末举行活动 庆祝69周年国庆 其中的重头谢是庆祝 清淡所谓试验成功 平壤誓言继续加强和力量 另一方面 美国提醒联合国安理会 于11号表决对朝制裁新决议草案 包括对朝鲜实施石油禁运和部分海上封锁等 想通过激进措施 加强对朝鲜的鼓励 朝鲜中央电视台 10号播放了在平壤 为参与此次核试验的科技人员 举办的文艺表演现场视频 演出舞台的背景画面上 有核弹头爆炸场面 该视频很可能是进行第六次核试验时 在咸进北道吉州郡风西里的核试验场拍摄的 但尚未得到证实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机构表示 美国已提醒联合国安理会 于11号表决对朝鲜制裁新决议草案 该决议草案包括禁止朝鲜纺织品出口 禁止外国雇佣朝鲜劳工 并要求对金正恩实施履行禁令 据英国媒体报道 美国将采取激进措施 加强对朝鲜的孤立 要求对该国实施石油禁运和部分海上封锁 报道称 这份草案中最令人吃惊的内容是 授权联合国成员国的海军舰船 检查涉嫌运输禁运物资的朝鲜船只 并使用一切必要措施进行此类检查 这样一份决议将产生深远影响 任何登上朝鲜船只或迫使其转向的企图 都可能引发交火 美方还就朝核问题向韩国日本派发定新闻 据共同社9月6号报道 日本防卫项小野四五点告诉记者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 美国会保卫日本 尤其是运用美国核保护伞提供的威慑 而韩国保守阵营要求美军 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呼声逐渐高涨 9号 韩国最大在野党 自由韩国党党首红准标 在演说中呼吁以和制和 他表示将发起千万人签名运动 并亲自赴美传达韩国国民心声 请求美国部署战术核武 否则韩国人将没有活路 10号 韩国总统府清瓦台辟谣称 韩国政府一贯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 这一基本方针毫无变化 韩国政府从未考虑引进战术核武器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超核问题 德国总理默克尔10号表示 德国政府愿意直接参与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并提出可参照解决伊朗核问题模式 默克尔说 在解决伊朗核问题时 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 经历漫长但重要的外交磋伤后 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不错的结果 朝核问题的解决 也可以参照这一模式 德国应做好参与其中的准备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宏林先生 美国正在联合国推动 对朝制裁新决议草案 其中有一条是 授权联合国成员国的海军舰船 检查涉嫌运输 禁运物资的朝鲜船只 并使用一切必要措施 进行此类检查 那么请问您这样的制裁 会不会导致朝鲜和国际社会 容易发生擦枪走火呢 美国的这份对朝制裁案 能够解决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吗 按照美国所提出的 这样的一个制裁草案 就是联合国安理会 那么授权联合国的 这种成员国的海军 那么对于有这样的一个嫌疑 就涉嫌运输违禁用品的这个朝鲜的船只 那么进行检查 包括授权的采取其他的那种方式等等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那么这里有一些 那么各方可能存在理解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断定 是朝鲜的这样的一个船只 那么涉嫌违反了就是联合国有关规定 就是运输违禁品等等 而我们知道朝鲜半岛核问题解决的过程中 即便是联合国安理会 以往通过相关这种决议 其实呢一个主体的思路还是在于 那么制裁只是一个手段 最终还是要服务于 就是半岛无核化 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呢就是美国提出 这样的一个制裁的决议草案 其实根本的思路还在延续 自己以往的这种行为的做派 就是通过制裁 那么进一步的打压朝鲜 逼迫朝鲜做就范 但是呢从以往的经验 或者说经历来看 这样的一个做法 并不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 那么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还是必须照顾到 各方的这种安全上的关切 那么为劝和促谈来创造条件 而现在看呢 这样的一个草案的这种提议 应该说距离这个目标不是更近了 相反呢是更远了 或者说反而容易 那么激发或者引起更大的一个矛盾出来 德国总理默克尔10号表示 德国政府愿意直接参与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并提出可参照解决 伊朗核问题模式 那么伊朗核问题模式是怎样的一种模式 它可以用来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吗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来请教冯龙先生 我是爱科竹 完美好赚六贵福珠宝 本栏目由中国匠心珠宝品牌六贵福剧民播出 由金庄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使用糕点 盘盘梅尼耶肝蛋糕赞助播出 就美国提请联合国安理会表决 对朝制裁新决一草案的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红林先生 德国总理默克尔10号表示 德国政府愿意直接参与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并提出可参照解决伊朗核问题模式 那么您怎么看待伊朗核问题模式 它可以用来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吗 我们看到最近的半岛局势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 就是欧洲国家 尤其是德国 那么对于半岛的这种无核化 那么也是表现出极大的一个关注 极大的一个关切 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那么伊核问题也是从2003年 那么到2015年签署上的一个全面协议 那么谈的这个时间也很长 那么至少12年的时间 其实这里面一个关键就是在于 就是各方的安全关切都得到保证 或者说都得到了各方面在谈判的过程中 一个很大的一个认可 那么现在看到特朗普上台以后 那么尽管一再的威胁 说想废掉伊朗核问题的全面解决协议 但是我们看到不久之前 那么伊朗的高官也是再次的表示 那么只要国际社会 那么履行伊朗核问题协议 那么伊朗核问题协议只要存在 伊朗就愿意遵守这样的一个协议 那么这一点已经不是以美国退不退出 或者是遵守不遵守 那么为转移的 这应该说是伊朗核问题 解决过程中那么一个主要的一个经验 那么如果说放在半岛核问题 放在半岛无核化这个问题上 那么恐怕也是一个关键的点 就是在于各方的安全关切都需要得到保证 或者得到一个极大的关注 那么这样的一个谈判才能够进行下去 因此现在看呢就是默克尔是提议 就是伊核问题的解决的过程中的一些经验 能不能够用在半岛上 其实呢是某种就是劝和促谈那种思路 我觉得还是有着比较明确的一个现实意义 那么这也反映出来 就是在解决相关问题的过程中 那么更多的国际社会的成员 还是希望通过谈判 通过谈判对话的方式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而这个思路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好的 谢谢红林先生的分析和点听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观众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在福州祝您晚安 再会